针对通俄门事件 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期间的幕僚盖茨 承认诈欺与说谎 表示愿意配合穆勒的调查 来厘清2016年大选 川普阵营是否有跟俄罗斯勾结 而盖茨也是川普幕僚中 第三名认罪配合调查的人 意图用来换取减低求行 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佛林 以及前竞选阵营外交政策幕僚 巴帕多普洛斯都早已认罪 不过盖茨的认罪 让同样是前竞选幕僚的曼纳福特 倍感压力 他不仅不认罪还反告穆勒 指控通俄调查 已经超出了司法部授权给穆勒的范围 盖茨和曼纳福特被控去年10月30日 进行多项洗钱达到7500万美元 并于2006年到2014年 帮俄国所支持的前乌克兰总统 亚努克为其工作时涉嫌逃税 两人还被控代表乌克兰游说前 未先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盖茨会向调查人员供出哪些细节 不过曼纳福特2016年6月 在川普大楼与其他高阶幕僚 会见一名俄国律师时 盖茨就是竞选阵营的一员 而根据今天一份起诉书 曼纳福特曾暗中支付200万欧元 给一群卸任的哈布斯堡集团 欧洲高阶政要 替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游说 对象包括美国 新闻时事报整体报道 明镜周口 前世 couple 睛